其實氣喘跟過敏性的氣管 根本是一樣的疾病 但是每次我只要跟媽媽說 你的孩子有氣喘 媽媽就說沒有 我小孩沒有 我不要聽 我不要聽 所以後來這個氣喘這兩個字 我就盡量不要用 不要嚇大家 我就說你的孩子氣管過敏喔 會有過敏性的氣管炎喔 爸爸媽媽就比較能接受 但我們要了解其實是一樣的事情 趕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寧醫師 最近我發現網路上有一件T恤在熱賣 上面寫著 我是過敏 不是肺炎 哇 這真的說出了好多人的心聲 因為現在很多過敏的人 他在公車上 辦公室都不敢咳嗽 更何況像我是兒科醫生 我碰到很多的家長跟我說 我還是現在沒辦法上學 因為現在學校都規定說 有生病要待在家 那我的小孩就一直咳 常常有咳嗽的聲音 我跟老師說他是過敏 老師說我怎麼能知道 你小孩到底是過敏 他這不是過敏呢 回家休息吧 每天都被退貨 這樣真的很困擾耶 所以今天一個影片 我就要告訴大家 過敏殼是可以被控制的 只要今天看完影片 乖乖去執行的話 你的過敏殼就會減少 你就可以很安心的上班跟上學囉 首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有過敏體質的人 比較容易有這種慢性有痰的咳嗽 呼吸道的過敏 我們分過敏性鼻炎跟過敏性的氣管 那因為一般人都對過敏性鼻炎比較熟悉 我就用過敏性鼻炎來舉例 就是因為你的棉膜 我們看到這顆鼻子 這個棉膜特別的敏感 過敏就是過度敏感 所以在這個過度敏感的狀況下 就常常會有分泌物 這個分泌物在鼻腔就是鼻涕 那要把分泌物排出來 你就非得打個分泌不得 如果說這個棉膜不斷的發炎 腫脹你就會鼻塞 別忘了這個鼻子的黏膜 跟你氣管的黏膜是一樣的 都是呼吸道黏膜 所以鼻子會發生的事情 但你的氣管也同樣都會發生 鼻子流鼻涕就如同氣管分泌的痰 鼻子打噴嚏要把鼻涕打出去 就跟我們氣管要把痰排出去 會咳嗽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鼻子一直塞下去就會鼻塞 而氣管一直塞下去就會氣喘 過敏性氣管的人有痰 容易咳嗽 是氣管黏膜發炎所造成的 很多人認為自己是鼻涕倒流引起咳嗽 那只是少數的原因 多數的咳嗽都還是來自氣管自己分泌的痰 所以你的氣管在經過感冒 或是空氣污染的時候 它就會分泌很多的黏液 那就是我們說的痰 所以過敏的氣管的人 常常就會有這種痰聲不斷 那要怎麼把這個痰排出來呢 就是咳嗽 所以有過敏氣管的人也會常常咳嗽 如果你一直讓它的氣管發炎 它就會越來越腫越來越腫 氣管就會變細變窄 那麼就會有這種喘的聲音出現 所以我們稱這個疾病為氣喘 而且我在這邊要傳達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我們不要等到它嚴重到喘的程度 才來看醫生才來吃藥 我們應該在它還在分泌痰 還在咳嗽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的免疫系統 我冷靜下來 把它的過敏性氣管治療好 那麼就不會進展到喘啊 送急診啊 這種比較糟糕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發現啊 其實氣喘跟過敏性的氣管 根本是一樣的疾病 但是每次我只要跟媽媽說 你的孩子有氣喘 媽媽就沒有 我小孩沒有 我不要聽 所以後來這個氣喘這兩個字 我就盡量不要嚇大家 我說你的孩子氣管過敏喔 會有過敏性的氣管炎喔 爸爸媽媽媽就比較能接受 但我們要了解其實一樣的事情 那我也藉由接下來這張圖 來讓大家解釋一下 這些有過敏氣管的孩子 在生活當中遇到的困境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孩子在學齡前 甚至學齡的時候 會常常有感冒 病毒的感染 因為這些孩子 他正在收集這些病毒的抗體 所以這些孩子 一年有8到13次的感冒 其實是很正常的 一個沒有過敏氣管的孩子 這8到13次的感冒 每一次可能持續三天到五天 然後他就好了 他就可以繼續上學沒有症狀 然後下次感冒的時候 可能又症狀三到五天 他又可以再繼續上學 但是有過敏氣管的孩子 或是氣喘的孩子 他狀況就比較麻煩了 他每次感冒的時候 他的症狀都比人家嚴重 他痰都比人家多 咳嗽時間又比人家久 可能到兩週三週 他的症狀才慢慢緩解 好不容易爸爸媽媽媽覺得說 大概這個感冒要過去了 下一個病毒又來 他的症狀又在同時又出現了 所以經過兩輪三輪之後 很多爸爸媽媽會覺得說 我這小孩的感冒從來沒有好過 從年頭到年尾一直都在吃藥 到底什麼時候的感冒才會好呢 但其實你會發現那個病毒 其實在那前面幾天 大概都死光了 剩下那些症狀 都是過敏闖的禍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藉由環境的控制或藥物的控制 把你這個過敏氣管能夠治療好 那麼你下次感冒的時候 也許還是比人家長一點點 但可能一個禮拜內 症狀就搞定了 你就可以開心的上學 這個孩子生活品質也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接下來的內容就讓我來教大家 如何戰勝呼吸道過敏 有看過我的書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的讀者 都應該知道 我們的呼吸道過敏有三大敵人 第一個是過敏源 第二個是化學物質 第三個是外來的刺激 所謂的外來刺激就是 比如說有人吸到乾空氣冷空氣 他就開始咳嗽啊 所以老人家就說水要喝溫水啊 所以不可以開冷氣啊 不過以台灣現在這個狀況下 不太可能有人一輩子 每天通通都不開冷氣 然後都不喝冰水 出門都這個圍圍巾戴口罩 我覺得這樣的人生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外來刺激這一些冷空氣乾空氣冰水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診斷的指標 那是暫時的 藉由我接下來的做法 要讓你以後進出冷熱房 不會再咳嗽 表示你成功了 喝冰水不會咳 表示你成功了 這才是我們治療過敏的目的 好所以接下來 如果對今天的影片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也不要忘記訂閱黃聰寧醫師健康講堂的 YouTube頻道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